赵丽颖拍摄公所沉香 石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在床上躺了整整半个月 在那时期腰就一直不好 那后来未遮掩伤口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纹身 那一样迁徙的手食指鲜线 骨节分明 一眼便再也拔不出来 如果这么好看的手受伤了 你们会心疼吗 这几年他也受了无数的伤 但他从来不说 参加全员加速中 那时候他的手意外被加伤 因没有及时处理伤口 一直反复受伤感染 每次活动或者上节目 他一直把伤口藏在衣袖中衣 让迁徙跳的是街舞 我们看街舞特别好看 特别酷 但这些都是舞者努力后的结果 过程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易阳迁徙跳舞这么多年 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有伤疤 没关系 打个离霜或者打粉遮住 免得让你们发现 蔡徐坤被黑粉 用激光笔照伤这件事情 之前上了热搜 虽然不是他的粉丝 但是小编觉得 每一个急速活起来 等偶像背后肯定 会有一些极度的黑粉在做怪 对一个19岁的少年做这些事 还是过分的事发之后 蔡徐坤对演唱会上 激光笔事件之字未提 四个字顿时能让粉丝们难受 到想哭 5.6的见面会将近结束的时候 蔡徐坤说 告别可感谢的话的时候 强调了要笑 要爱笑 这句话他反复说了两遍 一个都了解 蔡徐坤是属于异国民体制 看到有摄像头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手给藏起来 在解释或是练习室的时候 他会用一次性手套或是其他的手套来杜绝 被摄像头拍到节目的工作人员 想要检查蔡徐坤 箱子都被他拒绝了 因为箱子中装的都是自己经常要吃的药 为了不让粉丝们看到担心 他就撒了一个谎 唐颜出席活动的时候 眼尖的网友发现他的手贴着窗口贴 周边血都溢出来了 当天拍照唐颜 基本都是攥紧拳头 不让镜头拍到杨阳在拍 舞动乾坤的时候 舞打戏都亲自上阵 掉了压手臂摸伤特别严重 最惨的一次是剧组整整停拍了两个月 拍这部西阳阳后浑身是伤 因拍打戏耳朵受伤 后台一直没跟大家说忍了很久 导致因为外耳扩囊肿化浓太厉害 才被大家发现拍到目笔记 时的路寒直接摔下来 石头砸下来 吃鸡脑壳所幸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网友们照久 再责怪他的演技真的很不好 有时候大家会说明星受点小伤无关紧要 毕竟他们赚钱就是快 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 也是普通人一样迁徙 杨阳 陆寒 唐烟 蔡徐坤 他们都是为了不让喜欢他们的人担心 也为了不给喷子制造话题而选择的沉默